那么再往下讲的话 咱开始讲判断 讲结构了啊 今天讲的多不多 能继续往下讲吗 如果你们觉得老师我接受不了了 你就跟我说啊 我就停停 咱就等等再讲 能接受了咱就讲 能接受了咱讲 所以说上个基础班的话 有个同学说 老师你们这个课程太乱了 一天讲这么东西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咱就三周时间 对不对 咱没有办法像某些培训机构一样 两天只上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只讲两个小时 我这一天的课程六个小时 等他们什么 等于他们一周 甚至一周多的时间 你看他们两天只讲两个小时 肯定很慢啊 对不对 所以说咱这个啊 咱的速度啊 就这么快 你要是理解不了 下课之后去看幻东西 看我们的视频去 多看几遍视频 好好理解理解 好 下面我们讲衣服结构 其实在我们程序中啊 有三种结构 一种叫做顺序结构 一种叫做分支结构 或者说要判断结构 一种叫做循环结构 前面咱在写程序的时候 咱的程序是不是在 闷方法中是什么呀 由上到下一次之行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顺序结构 这就是我们的顺序结构 一次执行 由上到下一次之行 下面我们讲的 一部结构 其实就是我们判 我们程序结构中的第二大结构 叫做分支结构 或者叫做判断结构 什么意思呢 根据我们某个条件的成立 还是不成立 来决定我们的某一段程序 是否执行啊 是否执行 好 这个东西很简单 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了 让你编程实现 如果张三的考试成绩 大于90分 那么他爸爸就奖励他100块钱 那说白了 那他要没考到90 他爸奖励他不奖励他 不奖励他 对不对 根据咱以前写的程序 咱能做不呢 这个代码 奖励他的100元 这个代码 只要你写了 肯定会被执行 对不对 不管大不大于90 都会被执行 对不对 那现在咱通过这道题 咱看到了 如果考试成绩 一大于90 奖励他的100元 这句话才输出 如果是小于90 这句话就不要输出了 能够理解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 这种情况描述了 我们要有选择的 或者根据条件执行 某些代码的一种情况 一种情况 那怎么样来做呢 就使用到我们说的 这个if这个结构了 if在英语中表示什么意思 如果 对不对 所以说叫表判断 或者表如果都可以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if结构的基本语法 好 if结构的基本 就if是小写 我的word第一个字母 它会自动变成大写 都是小写 if后边加一对括号 后边加一对括号 最基本的语法 然后括号中写一个怎么样 条件 条件 一般情况下 这个条件可以是 关系表达式 或者逻辑表达式 刚刚学过关系表达式 和逻辑表达式 对不对 总之这个条件 最终要能求解成一个 出或first 然后下边紧跟着写一句话 语句一 比如说语句 语句 好 这就是if的最基本的语法 那执行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样执行呢 好 执行到这儿 首先判断条件的结果 条件 条件 的结果 如果条件 为处 则执行语句一 则执行语句 如果条件 结果的结果 条件为first 则跳过 则跳过语句 大家写个一吧 第一条语句一 则执行语句一 这句话 如果条件为first 则跳过语句一 执行后面的语句 这就是直行过程 好 需要注意的是 if后面两点一 if后面的后面括号中的条件 要能计算成一个罐类型 行的直 或者说白了 if后面这个条件 必须是关系表达式或者逻辑表达式或者关系表达式与逻辑表达式 达式的组合 因为只有这些事经过计算最终的结果才是不二零行才能是处或first 是处或first 我们才能根据这个条件的结果是处则执行语句一是first则不执行语句一了解了吧 好 好这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条 就是说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则执行语句一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跳也是只跳他下面的一句话能够理解了吧好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 好基本用法 好我这里先不做那道题的我随便写一下咱看看啊如果定下一个变量A等于3我这判断如果A大于1下边写我输出 成立 然后我再写一句话 结束 程序结束 好咱看这个啊 首先要注意EVE的语法 EVE后面必须加一个括号 括号中写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一般是由关系表达式或者逻辑表达式或者关系表达式加逻辑表达式组合而成的总之能求解成一个出货first 哎 然后默认情况下这个EVE语句只带紧跟其后的第一句话 要不要只带这句话 所以说当这个条件成立的话当它的结果为处的话 则执行他所带来这句话 那后面这句话要执行不要 这句话要不要执行 肯定要执行注意 此句话和EVE没有关系啊 注意 EVE默认情况下 只带 这一句话 能够理解吧 所以说这个是EVE戴的 这句话就不属于EVE 和EVE没有任何关系 能够理解不理解 好 那我问A大于1这个条件成立不成立 A等于3成立不成立 成立 所以说这句话会不会执行 会 输出一个成立 这句话会不会执行 肯定会 他和EVE都没关系 肯定会执行 对不对 好我们运行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好成立输出了 成立结束 输出了没有 输出了对不对 好 那咱再写一个不成立的 他不是说A大于A等于3吗 我来说A大于10 这个条件成立不成立 不成立对不对 不成立说这句话输出不输出 不输出 因为当EVE后边 括号中的这个条件 为first的时候 则跳过EVE所带的这句话 对不对 那这句话执行不执行 执行 因为它和EVE又没关系 我们只跳过EVE所带的 这一句话 能够理解吧 所以说不管你这个 给谁对齐啊 哪怕你这句话和这个句话对齐了 他这句话也不属于EVE 能够理解吧 我们看一下 输出了一个什么呀 程序结束 成立有没有输出 没有 所以说根据我们EVE后边 加了这个条件 是真还是假 我们来判断 是否执行EVE后边 紧跟着了这句话 要见到没有 如果这个结果为真 则执行EVE后边紧带的这句话 如果这个结果为first 则跳过EVE后边紧带的这句话 好 所以说 咱程序的流程图啊 这儿有个流程图 什么叫流程图呢 表示咱程序的这个运算经过啊 我们看 当程序走到EVE这儿的时候 判断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就是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 则往下执行EVE所带的语句 如果这个表达式为假 则看跳过EVE所带的语句 然后后边的语句 肯定继续执行 看到没有 后边的语句肯定是执行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你能不能实现这个 这道题啊 好 编程让小 让用户输入他的考试成绩 如果用户的考试成绩 是大于90的 则显示奖励你100元 如果用户的考试成绩是小于90的 大大于90含90啊 是小于90的 则没有奖励什么都不显示 可以不可以 好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把这道题做一下 赶快啊 五分钟 好 那这是一副语句 我看他没在那没闪 这个闪是代表路着呢 好 那一副我们学过了 练一下吧 三道题啊 那今天咱就讲到这吧 您不懂了 今天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 简单回顾一下 咱今天讲了什么呀 我看看啊 今天都讲了什么 首先我们讲了什么呀 数据类型的自动转换 对不对 咱说进行参与运算的 参与算组运算和复证运算的 两边的操作数 我们有个要求 要求他们两件操作数的类型 都必须什么呀 一致 并且号的要求 他运算的结果的类型 也得与操作数一致 对不对 那如果两边的操作数不一致的话 就会当满足一定条件的话 就会发生自动转换 什么条件啊 第一是什么呀 两种类型相间 兼容什么要兼容的都是数字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一并且目标类型大约元类型 就说假如说进行加法运算的一边是double一边是int 那么int类型会自动转成什么呀 double类型啊 印的类型会转成double的形 咱讲了类型的自动转换 然后咱说了咱还有一种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要从什么呀 要从大的一种类型 double或者decimal 向小的类型 inter类型转换 对不对 这种转换是我们程序 不会自动给我们转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转换会丢失进度 所以说我们要强制类型转换 数据类型转换 语法就是这样来转的 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把我们想要转换的数前面加一个小括号 里边写想强制转换成的类型 就这样的啊 好 然后我们首先讲的是 类型的自动转换和强制类型转换 然后又讲了一个什么呀 我们说此次用类型 默认是没有办法通过自动转换 以及强制类型转换 转换成我们要的数字类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讲了一个 convert to int 3 2 这个咱说了 它不是一个内存级别的转换 而是一个什么呀 数据意义的转换 是一个加工改造的过程 它可以把用户输入的一个资物串 或者说就是资物串了 不见得一定是用户输入的 转换成一个int类型啊 转换成一个int类型 好的这个 然后后边的话 我们就讲了 算术运算符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 加加减减 分为前加和前减和和一些和负值运算符的一些符合负值运算符 加等于减等于乘等于粗等于取等于相当于什么呀 a等于a加1可以写成a加等于1 对不对 这个要下去之后慢慢去理解一下啊 然后往后的话我们讲了 关系运算符 对不对 有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 大a等于小于等于 对不对 他们就是用来比较的 比较的结果是布尔类型 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粗一个是负二十对吧 他能他是表示关系比较的一个结果 关系运算符比较的结果就是布尔类型 所以说他们关系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可以负给布尔类型的一个值 好 逻辑运算符咱讲了三个 按的逻辑语或对不对 逻辑或和逻辑非 逻辑语的话 当两边的表达式同时为真实其结果为真 逻辑或的话 当两边的表达式有一个为真实其结果为真 逻辑非或者叫取反 就是说当表达式为真的话结果为force 当表达式为force的话结果为除 为处对不对 真变假假变真啊 真变假假变真 然后优先级自己看 后面我们紧接的又讲了衣服结构啊 衣服结构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衣服的基本语法 以及衣服可以带一句块的这种语法 好 作业 就这三道题 你们要做 发给你们 好 那么咱明天休息 下次上课还是老规矩 教今天的笔记 以及今天上课你所写的代码 以及这三道题 好吧 好 那么下边的话看有什么问题提问 没有的话我又给大家做视频了啊 好 看今天都给大家什么东西 谢谢您的笔记 请订阅